鄉親土地開的 現在大家晚安 已經當過臺北市長八年的現任總統 馬英九 跟剛當上臺北市長的柯P 最近為了美核四大巨蛋等等的案子 或者弊案 兩個人隔空開火幹得起來 一個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另外一個奇怪的 什麼都不知道 馬總統那邊說 你柯文哲 你有三個副市長 比我多一個 我只有兩個副市長 換句話是說 馬英九的意思就是 你太傻傻 有事情 我要閃閃閃 請問一下 馬英九難道就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或者我只負政治責任 法律改革都不關閃 我們在這裡跟各位介紹現場 台委前立委 劉文雄 大家好 立委羅書磊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台北市市議員 梁文傑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兩位自身媒體連第一位 我來翁水町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再來 康仁俊 總好大晚安 好 總統馬英九跟台北市長 柯文哲 今天人家 為了大巨蛋跟美俄斯案 幾度隔空交火 到底馬總統共與知情 但是不清楚細節說法 能不能給我下回來接受呢 來 我們先來回顧這兩天的發展 出席路跑活動 馬總統和民眾握手後 原本準備轉身離去 聽到敏感提問 突然又回頭 簡單丟下 那是簽名章 不是簽名 立刻閃人 他被質疑當初市長任內 在美和市合約上明明有概章 卻推說不清楚 總統府更進一步發出聲明 強調政府分層制度實施多年 當年決策並非馬市長執行 監察院也不認為有調查必要 還說當個市長不該什麼事都管 只需要負起最後政治責任 甚至還點名 柯市長記住自己說的話 這讓柯文哲越想越火 如果作為台北市長 對像大巨蛋或美和市 這種幾百億的東西 他有時候他不清楚不知道 那麼我也知道 政府應該分工合作 那麼按照目前總統府 那個發言人的意思 但是在政府的分工合作 凡是重要的都不要市長負責 不重要才叫市長負責 他的意思是這樣嗎 再講一遍 如果在台北市市長的職位上面 對像美和市大巨蛋 這種幾百億的東西 做市長的時候他不知道 你自己跟人民解釋吧 三天來柯文哲和馬總統 為了大巨蛋和美和市案 隔空槓上 中日晚間總統府還發聲明稿 問到這柯文哲嘆了一口氣 我跟你講不想再跟他談這個 該講的我講過了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最近對我這麼有興趣 總統跳下來跟台北市長對啦 蠻奇怪的 還是他太焦慮 會不會是因為你也一直來罵他 不會罵他罵他幹什麼 我罵都懶得罵他 衰竹 請問一下 馬英九說分成負責 意思說出事情就分給下城去負責嗎 對於總統府的發言人 其實就是我相信 絕對不是發言人自己的意思 他說請台北市長柯文哲記住自己說過的話 這句話說得很好 為什麼呢 我永遠沒有忘記 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是誰說的話 請記住是誰說過這句話 我相信全台灣大家都知道 那個人叫做馬英九 請馬英九自己記住自己說的話 那麼除此之外 其實身為一個兩任的台北市長 照例來講 不管是美和市也好 還是大巨蛋也好 都是兩個很重要的建設 至少在當年嘛 對不對 是很重要的建設 所以你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你就很大方的承認 這是兩個很大的建設 不就好了嗎 是 就你現在講了半天 他其實要這樣說 他其實就是因為現在柯文哲 在查這五大弊案 這五大案子 所以急著要把它撇清關係 那很簡單嘛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2006年 這個是這個等於說 台市有一個讓世界看見 這個台灣裡面的一個 台北大巨蛋的一個專訪 兵押很有意思 為什麼那個 那個主持人叫蘇毅宏 本來的台視主播跟監記者 那麼旁邊是誰 正中間坐著馬英九的旁邊 就是趙騰雄 那其實這個裡面 他們是在總共拆成 上下兩集播出 很簡單 就是在給觀眾朋友介紹 台北大巨蛋的未來 很簡單嘛 就是說台北大巨蛋以後會怎樣 以後我們即將有這個大巨蛋 那即將不會就算沒有棒球可以看 不僅棒球可以看了 然後呢也有這個什麼國際級的馬丹娜 劇場什麼東西 大堆啦 所以表示當時你就把這個東西當作你的政績 更不要講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特別提過他的政績嘛 他的政績就是自己本身要敘述他自己 是如何費盡千辛萬苦啊 從關渡平原一直改到現在的大巨蛋 然後呢這個限制 然後跟李素德是怎麼去喬 他李素德怎麼跟他報告 然後他具細明義如何去協助他就對了 其實講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很難過 為什麼呢 不管是美和市 不管是大巨蛋 對台北市來講 甚至於對整個台灣來講 都是很重要的兩個建設 所以你大可大可很大方的承認 這兩個建設是你在當市長的時候 那自己本身你下去核定 然後呢分成負責當然是沒錯 可問題是你不能到現在人在追查 裡面集中有什麼 到處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一口氣說 那又搞不定了 那個都是副市長 這都是誰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兩三百億的東西 怎麼可能 你市長全部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已經可能 但是要拚了 開始推 又是分成負責 又是簽名章 不是我簽名 這就是我們上禮拜 我們已經給各位看過 這是美和市簽約的 馬英九三里 蘇勒 你是做會計師專業的 馬英九現在說簽名章 不是簽名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當初簽約的 不是跟 日生生不是跟馬英九簽 那是跟誰 簽名章 不是簽名 他講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想那個走過必有痕跡 假如是那個馬總統 他有參與 那他自己本身有簽名 那他怎麼躲 他都躲不掉 那我們的瞭解是這樣 馬總統他自己有講 大巨蛋他知道 他沒有講說他不知道 那美和市 他是說是分成負責 那至於大家在講了說 這個馬 那個就是這個 美和市的這個合約 有馬總統據名 不過我們知道市長的章有甲乙丙丁嘛 那甲章是副市長那個拿的 那當然對外的文件一定都是蓋 馬英九的圖章嘛 那這個東西到底馬英九有沒有去過目或什麼 我是覺得其實我是認同說 柯文哲市長講的說這麼大的案子 你怎麼會不知道 你為什麼把這麼大的案子 就放心交給下面人去做嘛 那既然下面做有出錯 那你也是要蓋瓜承受啊 為什麼你要信任你下面人出這麼大的皮肉 可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說 那到底大巨蛋 他的問題出在哪裡嘛 譬如說你今天你柯文哲市長 一直在講說五大弊案 好美和市 它弊在哪裡嘛 所以分配的比例不均 大家認為說哎呀 為什麼我我台北市政府擁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 是 那你你你那個那個是日正 甚至有百分之一的土地 為什麼你分到七八成以上 那這個大家質疑你怎麼分配了吧 是 那你這個時候就應該把當初 為什麼怎麼計算 是不是時工背景不一樣 是不是當年的地價比較低 那那個建築成本比較高 這是我們所要關心的嘛 所以我是覺得馬總統 甚至於說郝市長 也不需要推嘛 假如你今天說我沒有任何的弊案 我沒有拿那個永遠熊的任何好處 是 你就理直氣狀站出來嘛 你把所有資料呈現給大家說 我當時是怎麼算的 因為那一個時候美和市 那個時候那邊是一片荒涼嘛 那公告地價是比較低嘛 尤其大雞蛋那個時候牽涉的 是不是比我們SARS期間 還是金融海藥期間 我們把它攤開來算嘛 包括你客戶者也是一樣啊 你要指責人家有弊案 你不能說哎呀我只是懷疑 我認為你分配不清楚 那總共把他指出來啊 那誰涉案嘛 那這個很簡單的東西嘛 整個的處理過程當中 誰負責 張誰蓋的 誰參與的 可是縱使說 將來查出來說 雖然馬總統或好像還沒有參與 可是最後責任還是他要擔啊 為什麼你你你事人不清 你為什麼要把這麼大的案子 就交給你下面人去處理嘛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你一清出來以後 就根本很清楚了嘛 不要在那邊拖一碗沒有用嘛 照羅 照羅委員這麼講話 世人不清 世人不清是政治責任啊 沒有法律責任嗎 只有這樣子而已嗎 我覺得馬英九現在是在逃避的 他不是在逃避政治責任 你看那天那個總統府發言人 一直講說他要負政治責任 是 那意思就是說 凡是法律責任 他一概不認 他的他的弦外之音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也就是說他認為 其實現在這個分兩個案子 一個美合是一個大巨蛋 大巨蛋這個案子 說實在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監察院也好 或是這個檢調也好 或是我們市政府的 聯政委員會也好 到目前為止 其實並沒有說他 並沒有查錯是什麼 弊案 但是美合是這個案子 其實是不一樣的 美合是這個案子 是已經有兩個市政府的 這個捷運局的官員 是已經被起訴的 而且很明確的就是說 他們是圖利日生生 然後這個把這個建造成本高估 那至於高估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 其實地檢署是沒有查清楚的 他是把直接把這個這這這兩個官員起訴 說你們有圖利 但是你們有沒有收匯款 沒有寫 但是我們現在 誰收匯款也沒有寫 文傑現在是現在問題 是在這個地方 這事情到這個地步 馬英九推特非常清楚 都是高估歐敬德 他現在的問題就是他這兩天這兩份新聞稿 我看了一下 我覺得歐敬德完蛋了 為什麼 就是禮拜五那天早上 我們看到就是說 奇怪 其實我們早就知道歐敬德 他是在整個美合市裡面 他就是市府的這個第一把手 確實是這樣 他是市府的第一把手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說 馬英九居然在挑在這個時候 他要把這個事實指的這麼清楚 是 那而且在整個美合市的所有的公文裡面 確實你處處可以看到歐敬德的痕跡 但是到目前為止 實際上也沒有人說 美合市的這個事情 馬英九你有什麼責任 我真的覺得蠻好奇的 就是說他為什麼跳出來 在這個時候跳進去了 因為從過去監察院到檢調 到目前為止 確實也從來沒有人去這個 詢問過馬英九 或是提問過歐敬德 從來沒有 但是柯文哲講了一句話 馬英九會不會太焦慮 我覺得他是焦慮 而且他他可能聽到有什麼風聲 或者到底背後有什麼 他是知道說 可能有什麼事情要報了 老實講 我們到目前為止 並不曉得 但是他這麼焦慮的跳出來 然後把所有的責任 都丟到歐敬德身上 我覺得歐敬德看了報紙 他一定嚇一大跳 是 他怎麼馬市長 馬總統現在把所有的責任 都推到我身上 他交給歐敬德 那很多人就問 那歐敬德跟日生生 到底什麼關係 歐敬德跟日生生是這樣 因為他長期跟日生生 有這個臺北市政府的 七件連開案子 是 歐敬德幾乎 每一件都無意不予 都是代表市政府 跟這個日生生 是 那所以在歐敬德 他離開市政府之後 後來到高鐵 然後從一百年開始 從一百年的十二月開始 日生生就聘請歐敬德等三人 這是一百年 一百年十二月 然後這個是改選第二次 是一百零二年 那到目前為止歐敬德 都還是他的薪資報酬委員會的委員 我跟他解釋一下 這個薪資報酬委員會是什麼東西 他是這樣 因為過去以前很多有很多大公司 上市公司 他的這個虧損 但是他的董監事的薪水還是很高 所以後來這個證交所就覺得說這樣不對 那你就要另外設一個薪資報酬委員會 來決定說這些董監事到底合理的薪水是多少 好那但是對董監事來說 我要委任這個薪資報酬委員會 讓他來決定我的薪水 正常的人一定都是委任自己人 如果你委任一個真正很客觀公正的人 讓他來決定你們董事會的薪水 你覺得這合理嗎 對於董事們來說絕對不會接受 是所以他們委任的人 不管是歐敬德也好 或者是這個莊孟漢 莊孟漢教授也好 或者是許正銘教授也好 這些人一定都是被這個 日生生視為是自己人的人 但是對不起 停在這邊 都視為自己人 歐敬德是代表臺北市 叫莊英孟說的 是給他去扶植 他去跟日生生 那是談判的對手 不是自己人 沒有錯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們看 看絕對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你去問他們多少 雖然他已經超過了這個 旋轉門條款的年限 但是他難道沒有私底下的 官商勾結的問題嗎 沒有社會道德的問題 沒有社會觀感的問題 他拿不拿錢 我們去問過日生生 日生生給我的回答是有報酬 但是報酬多少 不公開 不公開 好 那我們再去探問別家公司 有些有些公司 他的薪資報酬委員會是這樣 他的召集人 是比照獨立董事的待遇 獨立董事的待遇 從幾十萬到幾百萬的年薪 都有了 像趙紹康 他擔任臺北市政府 在富邦銀行的獨立董事 他的年薪是六百八十幾萬 是 那請問一下歐靖德 你要不要出來說明一下 你這幾年 你從民國一百年十二月開始到現在為止 你到底每年拿了日盛生多少的薪水 那你是不是日盛生投桃報李的對象 還是說日盛生請你歐靖德去他的公司做門神 我覺得這個事情要說清楚 是 那日盛生也不能夠迴避 要把資訊揭露 是 這個仁俊 看樣子馬英球的兩手策略 一方面推給歐靖德 要都以補照 你怎麼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馬英球真的對美核事案 什麼都不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監察院的糾正案文 這個糾正案文是針對美核事 也就是說新電機場這個案子 在其中的第四頁裡面 好 我們第四頁裡面 提到 提到講到什麼呢 九十年十二月十八號 臺北市政府刮虎 法定代表人是市長馬英九 與日盛生簽訂了臺北都會區 大紀元新電機場 聯合開發投資契約書 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馬中文現在一直在那個章上面 做文章 告訴人家講說 那個簽名章 不是我的簽名 現在又扯給歐靖德 說很多事情都是歐靖德在做決定的 我真的鼓勵就是臺北市政府 應該要這個窩裡反的條款 應該用到這上面去 你只要內部的員工 有找到關於這個案子 馬總統在擔任市長的時候 曾經簽過任何公文 是 你就把他找出來 現在有人拿出來 這個是捷運工程局 阻止你看有關新電線 新電機場聯合開發 那這個是應該就是美和氏案嘛 對不對 這個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嗎 對 對 這裡面有曾請軍長 這個軍長是誰來 你先看這裡 這個人說英九 我不知道臺北市那期軍長 有一個叫英九的還有誰 可能是 這上面寫什麼呢 附件三名單已挑選 然後附件二以六月二號選定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在這個地方 他有提到附件三呢 附件三的部分是希望他幹嘛 從這個工程委員會的專家學者 建議名單資料庫中 初步篩選之後 理據的名冊請軍長挑選幾個人出 你說這個東西是不是美和氏的案子 這裡面他都有批了 所以你現在不要跟我們講說 我現在那個文上面 我只是蓋一個章 你前面所有的案子 所有的溝通協調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參與 是 除非我們的理 除非我的理解錯 或我們大家理解錯了 就是說這個叫做有關新電線 新電機場聯合開發市有土地徵求合作投資人之評選委員會 這個東西如果不是這個案子 我不知道你到底還有幾個開發案是我們不知道了 可是如果像這樣子的白紙黑字 你不是只有瞎籤字而已 你還告訴人家說 我已經挑選了 我已經勾好了 那你現在來找一個發言人出來解釋說 那一張投資 一張這個投資書上面寫的 是我的簽名章 不是我實際那有什麼意義存在 就我覺得今天發言人在出來解釋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自己都覺得好笑 你知道嗎 你花了兩天花了一天的時間 給我們所有全國的民眾 上了一個公文書的處理 告訴我們印章有分多少 我說得拍聽的 那個跟我們什麼地帶 你應該把真正的要講的東西 把它講清楚 該你負責了 該你怎麼樣 監察 為什麼那個上面會蓋你馬英九 旁邊寫著臺北市政府嘛 那你現在在那上面玩那個文字遊戲 不然你解釋一下 這張是什麼東西 是 不然跟這個人 真的像人家說的 不是英雄是英雄嗎 是 文宥兄 那難道馬英九意思就是說 美和氏熱聲聲 是跟歐靖德副市長簽的 我那只是張不是簽名 這種話他也講得出來 那我請問一下 他是不是已經知道 要負的責任 其實不是政治責任 所以說臺灣話應該夠大事大條 拚了 是 那如果用文言文就是說 東窗四發 是 否則怎麼會選在這個時候 由忠實集團的媒體出來做專訪 是 那專訪也應該有幾個大方向可以做 你剛從新加坡回來 你會不會對於李光耀前資政 前總理 其他總理做一番的歌功頌德 說他跟臺灣關係多好 幫過臺灣什麼忙 或臺灣幫過他什麼忙 第二個臺灣今年大方向 我要做什麼 是 對不對 第三個 這針對最近的這個 一些事情 我們今年包括我們今天國防 還有閱兵 我們也可以講 對不對 或者兩岸事情也可以講 對不對 那至少也跟我們講說 沒有派那個金埔松去 那現在那個小弟也去了 叫王玉琪也去了 果然出國是真的 或者他應該講 現在水庫淤泥太多 我要撇清 撇清這個淤泥 是 讓水可以淨更多 那不行 他的財庫更多了 是 沒錯 您那一張可不可以再拿起來 可以 來 我很年輕 就擔任市長秘書 所以我當時對於 基隆的市長 基隆秘書 對市政府很多業務 我都每天去問 問什麼 很有興趣 覺得這個 這個政府很有意思 光蓋這個章 當時我們我們隔壁房間 有個阿伯 專門負責用印 是 那我每次一問他 阿伯很慎重其事 他說這個公文 不是市長簽的 所以要用市長簽的 旁邊還寫說 這個是主任秘書 代為覺醒 或者民政局長代為自行 既然這邊寫市長 拜託一下 包括馬英九總統 你是把我們當作白癡嗎 你把全國的公務員 全國的人民都當白癡嗎 或者你自己是行政白癡 這個公文既然這樣用印 就表示你完全 每一個字你都看過 嚴格來講 這個不是府內公文 不是 不是 這個是投資契約書 我管理假裝以章 這是馬英九的這三年 這個連代為決心的人都沒有 只有他可以看 只有他可以看 而且他必須看 所以說這個 如果不是行政白癡 那就騙人 跟他過去一樣 你有綠卡沒有罪 但是你說你沒有 你有而說沒有 你說謊就有罪 這第一點 第二個 我不曉得漁文到底有多大 搞不好現在最大的漁文快出來了 那個人叫做 歐的 歐淨德 歐淨德 這真的很可怕 歐淨德現在在家裡說 不知道要出國 不行 現在歐淨德這個董事長要趁早 是 這個 還有一個叫林崇英是副市長 林崇英 他可以用別的方法 不是 因為只要你 你法院找我的時候 我就我就中風 是 你不找我就當董事長 是 就跟那個 我們有一個一日共諜 你要修理我的時候 我就董事長 是 你不修理我 我就變控鐵 是這樣 所以不管怎麼樣 馬英九 你跟歐淨德 歐淨德總共有一個人出來 面對這個問題 你們兩個去分攤好了 我們一段先告一下 休息一下 我一段繼續 謝謝 這個馬英九的歡迎 我有想到孔老夫子 說的人間所在 人間所在 什麼意思 我看你怎麼閃 我看你怎麼躲 碎掉 馬英九說 每個是我不知道 大政黨我不知道 又是分成負責 又是要負政治責任 法律責任 都撇清 為什麼 因為我很多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他真的什麼都不知道嗎 我覺得柯文哲所說的 那個馬英九說 我不知道 才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他真的不知道嗎 我可以告訴你 他真的不知道 他的不知道 什麼意思 他是故意把一個不知道 拿出來的時候我不知道 那我不客氣說了 當時馬英九一定是把這些當作他的政績 你被孫中東推出了什麼 推出了什麼 一定是這樣 大巨蛋 突然推出就是我馬英九 2008年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講的 對不對 那他為什麼在此時此刻突然間說這樣的話 其實我倒覺得那一天他介紹中國時報的訪問並不是一開始不是在講這個東西 他為什麼突然間過年已經接受聯合報系 然後突然間上個禮拜突然間接受中國時報專訪 他其實是要告訴全台灣的人民 我去新加坡喔 只是說因為是李光耀的國商嘛 他又要想講 我到無邦交國家怎麼樣 可是他又不能講得很清楚 所以找來了以後包裝在這個裡面說他其實最主要是外交怎麼樣 那人家問他到所謂的柯文哲 因為這兩年代表是長嘛 所以柯文哲現在這些所謂的廉政委員會的委員 然後包括主打這五個案子嘛 那所以五個案子裡面呢 好像現在都覺得有問題啊 尤其是美和 我說沒客氣啦 你說大巨蛋啊 松煙啊 包括那個什麼鴻海這些3C 都是在分配上面 等於說一開始的時候那個條約的問題嘛 可是很顯然的 美和事是一個等於說讓我們會覺得比較匪夷所持 至少大家心裡面的問號是最多的嘛 那他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邁英九就是要撇清 這個人很簡單 還有好處 我一個人全拿你知道嗎 好處就是我全拿 那如果萬一出了事情呢 他急著要撇清嘛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最站在他一個總統的高度 跟做過兩任的台北市長 他應該勇敢的站出來說 這兩件事情 最好當市長的時候都是我們很重大的建設 我交由我的副市長去代為決行 尊重專業 但是還沒有完成 我市長的任急就結束 不就得了嗎 你為什麼要講了一大堆 然後現在最大的問題在不在於這個地方 最大問題是在他強調 我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 你的台北市一年預算一千七百億 兩三百億的東西 你說你不知道 他在剛才寫那個大巨蛋 訪問的時候 那是他這樣說得多好聽 你不知道 這些東西裡面白紙黑紙寫到一大堆 你為什麼要 不管是美額市 不管是大巨蛋都一樣 你身為一個兩任的台北市長 跟現在兩任的總統 你不可以說 我不知道 因為都覺得 不要在那個章 有沒有蓋那個章上面 做文章 為什麼 你做市長 有這麼大的一個案子 你說你不知道 那我問你嘛 你做千里的總統 那有多少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 現在重點在這個地方 是 我們上個禮拜 已經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看馬英九 這不是馬英九的字嗎 英九不是他們的字嗎 大巨蛋第一次就說 請財政局長 李極議長 樹德兼任議員組團人馬 其餘均如年 我們上個禮拜給大家看 這表情什麼 他不但知道 他又去主導 他派什麼人去主導 這個也是一樣 這是人家說要請這個 從學工程委員會 學者資料庫 還有建議名單 農總三分 裡面湊成一份 請軍長馬英九 資料庫或建議名單類 去勾選林派十七個人 你看馬英九這邊怎麼說 如你勾選如副標選 說他不但知道什麼事情 他還要交下去 雖然我們都說是大巨蛋 跟那個誰的那個人叫做 照顧彭雄 他們在這電視裡面 沒有錯啊 而且不是上下兩集播出嘛 是 那是台式 台式啊 是對啊 所以這些東西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我的看法很簡單 我相信所有全國的觀眾朋友想法都是跟我一樣 你應該做過齊政委員 你就很勇敢的承接說 我確實知道 但是有些細節我沒清楚 但是你不能說 他們不是我長 所以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不能這樣講 你現在給人的感覺就是這個樣子嘛 馬英九 我給你提醒一下 你如果忘掉右邊那個叫做趙天兄 我再可以提一下 那個就叫趙天兄 左邊正調蘇玉宏同時主席 蘇玉宏在節目裡面還稱讚馬英九 你看馬英九笑得多麼的燦爛 說什麼 哇 市長你對大巨蛋細節都知道得非常清楚 馬英九說我這當然要知道 這個是鐵鎮如山這樣出來 所以蘇玉說實在 那天有文件 現在有電視 媒體的電子 媒體的公文 整個都出來 馬英九他還好一出來 出來講就是說 這都分成負責 這讓都會比較的人去做 這是正常的 他不怕人家再打臉嗎 那個剛剛就提到了 其實馬英九沒有講說大巨蛋 他不知道 他只說有些細節 他不了解 所以代表大巨蛋事情 他了解 等一下知道 因為他沒有講他不知道 他只說他每核是他不知道 那我要講是這樣子 就是說現在是柯文哲在主政 那所有的文件都到他手中 那假如說真的是馬英九有參與的東西 我想這文件會一張一張出來 是 這個這個那個走過的話 都一定有個紀錄在 那公文總不會毀掉 總會拿出來 那是誰該負責 一翻兩瞪眼的東西 所以馬總統是不是忘記呢 還是說他根本不記得 那其實他也不需要去活 那我剛剛就講 重使說你分成負責 別人去做了 你身為那個一個臺北市的市長 幾百億的東西 你說你都不了解 那這樣也未免太離譜了 那人家講說 那到底你在幹什麼 你是不是當個虛位的臺北市長 這個民眾沒有辦法接受 只是說我們今天要講的說 那到底避避在哪裡 你今天就是說 我們要就是說 你當時不管是你歐靖德 還是說你李肅德 你代表去談判 那你到底簽了 哪些上前入國的合約 到底我們損失了多少 大家把它釐清出來 那其實我認為說大家都很喜歡 就把現在好像講說歐靖德 就跟宜文一樣 好像說 現在馬英九找到一個替身的 以前我們在打 大家在檢討馬英九特別會的時候 都一直講說 馬英九這個人 有事情都推給宜文 好像是說錢是他花的 坐牢是宜文去做的 可是我今天是兩碼事 馬英九不對的地方 我們去批評他 可是有關於宜文 這個我是覺得有點有點亂掉了 因為宜文是什麼 宜文是當時臺北市長的市長 市裡面專員 那時候是陳水扁任用的 他是主管那個什麼 特別會的核銷 那特別會的話 你看市長有時候他的什麼 他的隨戶去買早點 去買報紙 是用小花票來核銷 他是把小花票 用大花票給他替代 幸虧那兩萬多張的花票 是還放在市政府的 市政府的那個什麼地下室 或者馬英九跳到黃河也吃不清 所以後來宜文被判 魏照文書 他是理所當然 並非馬英九把罪推給他 那假如歐靖德這個案子 假如是說馬英九也知道 那歐靖德也也了解 了解整個事情 那是歐靖德 他是去跟人家勾結的話 那要嘛就是你馬英九包庇 要嘛就是馬英九是分軍嘛 根本就是什麼都不管嘛 可是不管怎麼樣 他還是要負責任嘛 那我是斜著說柯文哲 你就把所有資料拿出來嘛 你就把所有的整個的 美和式的資料 一一的把它公布 你就上網嘛 他不是要上網嗎 一切公開完就把他公開出來嘛 所以問題在哪裡嘛 所以文傑照樣說 馬英九為當年的俞文 到現在 馬英九都是可憐的小排兔 都是都是無辜的嘛 我覺得俞文跟歐靖德 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完全不一樣狀況 俞文他不過是管了 一個很小的範圍 但是歐靖德他真的是 那你要知道說 他作為這個榮工幫 在臺北市政府裡面的代表 他主管的工程 到底有多少 琳琅滿目 那今天我們捷運連開處的副處長等官員 他們被起訴了之後呢 他到現在 他的現在私人的辦公室 還可以在金站裡面 也就那個是日生生的啦 所以你現在歐靖德 我們又查出來說 他居然是領日生生的薪水 從一百年領到現在一百零四年 所以顯然 顯然這個背後有一個很龐大的 龐大的這個利益交換的過程嘛 好今天為什麼過去檢調 要在查這個美和氏案件的時候 沒有去查到馬英九 因為美和氏這個事情 在日生生把這蓋好以後 真正實際上談權益分配的時候 訂那個數字的時候 是在好龍兵時代 是 是在好龍兵時代 所以那個已經過了馬英九的時期了啦 所以檢調那邊他就覺得說 那我不需要去問馬英九 但是問題是說 你現在把這個事情回推回來 如果說我們真的認為歐靖德 他跟日生生中間有什麼背後的利益交換的問題的話 那就要從當時為什麼你會把這個標案 標給日生生開始追 是 因為以前都是在追說 權益分配到底合不合理 有沒有把這個建物成本墊高 有沒有把這個土地成本低估 但是現在我們要回頭去追 為什麼當初的標案 你是這樣輕易的給了日生生 然後日生生現在在多年之後 又回頭來付了你當時主政的 這個歐靖德這麼多 這麼多年的薪水 這個是現在大家要問的 是 這麼關鍵是在這裡 人俊是這樣 這麼有意思 馬英九 你沒有什麼好怕的 你沒有什麼好怕的 我們甚至拿出很多的證明 是公文的證明 還有這個媒體的證明 平面媒體 還有這個典型的媒體 馬英九 我們只是覺得很奇怪 講到政績的事情 這都算他 現在在查 林鄭委員在查的時候 大巨蛋當然也是一個被查的對象 不然的話 為什麼大巨蛋跟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柯文雄 他們去談成到最後 臺北市市民認為柯文雄 柯文哲 有幫臺北市民把利益給爭回來 這路上 但是我們要問的鬼喜宮 馬英九第一個 他為什麼說 好 那我負起責任 負政治責任 第二個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細節 那所以大家就把這個資料一攤開來 總統說謊這是一件事情 有沒有法律政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兩個都可以使他下臺 不是嗎 馬英九又說 跟我沒有關係 我們看這件事情 其實有點可悲 我的可悲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馬英九可以很大聲的 就講我負所有責任 我講實話 就是說政治責任 你是一定要負的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只要問馬總統一個問題 你現在美和市的案子 跟所謂大巨蛋的案子 不管你是不是市長 請你用一個國民的角度 你用中華民國國民的角度 你告訴我 你覺得這個案子 這兩個案子有沒有可疑之處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是 你你如果認為都沒有什麼問題 你就講我負完全責任 那如果真的有問題的話 政治責任你跑不掉 法律責任 那你司法調查 認為你有責任 你該跑也跑不掉 所以不需要你自己一個人跳出來講說 我只負這個責任 那個責任跟我無關 我覺得這個是民眾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是這一點 說實話 有沒有下面的人真的瞞著你 說我真的昏庸到 這樣的一個程度 我我充分授權給歐靖德 結果這歐靖德 他們在下面弄弄弄到最後 搞到監察院也糾正了 大家都做了什麼事情 是 那你人家頂多罵你無能而已 可是你現在跳出來 一直在這個地方 跟人家叩叩叩 講說這個我不清楚 那個我不知道 我就講說那個公文 其實大家遲早會拿出來看 是 大巨蛋的這個案子 你說你真的 你說真的只有細節不清楚 其實我相信很多的資料 出來了看了 包括郝龍斌自己都跳出來 在臉書上面寫說 大巨蛋這個案子是在馬英九的時候簽約的 是他去擬定這些什麼照片 那都一寫 都讓郝龍斌寫的 美和室二零零一 大巨蛋二零零六 同樣的意思 郝龍斌自己在二月二十五號的臉書上面 也寫到美和室這個案子 他講說那個是九十年 他就簽約了 是到我的時候 他還講到什麼 他說日盛生原先提出來分配比例 是十一比八十九 歡迎大家去看郝龍斌的臉書 十二月二月二十五號那一天 他還講到說我看到說你要是這樣 是我找了林從一 大家去瞧瞧瞧瞧 那都你自己的人寫 那還不是我們講的 所以我今天必須要這樣說 馬總統其實你一直在告訴你的閣緣說 哎呀你們施政讓民眾五感 就是因為你們沒有辦法說服民眾 你自己有關 那是你就跟他一句說 這些我一點都不知道 這樣都是他的問題 現在最新的公文出來 馬英九連大巨蛋移速的公文都出來了 不是嗎 所以所以我所以就講說你看那樣 一連齊外的事情 他又關得到 遺書的那個 我現在這邊手上這個 應該是在邊那個 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你為什麼講說反走過 必留下痕跡 就是這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勢必公清到 每一個的字 你其實看有很多那個契約書 拿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他的上面甚至都改字 來我給各位看一個 他已經吸到什麼程度了 你知道嗎 你給他的公文 上面他又覺得你這麼假的 你知道嗎 還給你劃掉 是 他看公文就看到這樣 你說他去遺書什麼 我不相信他不知道 這又給你太多 又給你劃掉 這又給你改一個劃 你知道嗎 是 這邊還補字進去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他還另外給你加字進去 所以當你到這樣做的時候 我其實我老實講 我必須覺得就是說 一個政治人物有沒有擔當 其實看這個地方就知道 2008年馬英九選總統的時候 他帶來一大堆人講說 我們準備好了 那個東西感動很多人 對照七年後的今天 他今天告訴你講說 一切都跟我無關 那我覺得大家能夠相信嗎 我想文庸今天最難 今天最難看 其實是總統跟臺北市長 兩人定一坐 你有三個副市長 我有兩個副市長 最後決定的難道不是柯文哲 難道不會是馬英九嗎 我先講幾個 一個是講剛才任俊說的 這個部分 是 各位看一下 這個公文基本上打字的 這這叫什麼 這已經到 都已經順稿 順到差不多了 是 這幾乎就是說 以這個當作結論了 是 所以下面這群人 是 現在可以叫這群人叫什麼 叫王八蛋 是 因為他們這群人都沒看到 市長改這麼多 他們都不曉得 沒錯 沒錯 對不對 所以當市長寫這麼多次以後 這些人都是王八蛋 對不起 我必須這樣講 你們市長就這麼一個人 他不瞭解 真可憐 要不然就幹漁文 要不然就幹王八蛋 照您說 對 就幹漁文跟跟王八蛋一樣 然後他還沒 各位今天還沒戴這個 那個英文的 那我腦袋還記得 人家寫的是台灣 他把人家改成Republic of China ok 這這我也認同了 可是你知道他的公文籤裡面 他的籤裡面是寫說 我們請我們的外市 外市部門 是 去去擬稿 對 擬完以後 這位外文老師英九 他改了三次 他改完以後再退回去 人家幫他打完以後 他再改一次 你改自己的文章 你神經病啊 對不對 他也是王八蛋 所以我是說 從這麼多細節來看的話 這個市長完全知道 只不過我們很倒楣 因為他接著幹總統 你當總統又誰敢查 他還跟你講 監察院都查了 但是監察院都沒有來找我 怎麼敢查你呢 監察院 監察院只有查你那個 內外外壞 或者貪污 這個是過去事情沒有查 而且美和市是因為 美和市裡面有 大概有有將近十戶 是跟調查局有關係 裡面有個局長 他領得比較多錢 其他領得比較少 這個事情才陸續有人 暴暴 如果沒有這些調查局的員工 在裡面的話 這事情也沒有了 所以怎麼會是 怎麼會是市長 那個市長會變總統 我跟你講還好 我再說一次 幸好老天有眼 送了一個柯文哲給他 臺北市 否則現在是一片祥和 臭不可聞底下 所以他這就是國民黨執政 變這樣子 所以他們還在罵柯文哲 柯文哲說 我連蠻久 我罵都懶得罵了 好 這件事說實在 法律問題其實才剛要開始 我們今天先告一 休息一下 我會繼續 謝謝 台北市政府舉辦首長 領航營 主持人 恭請市長 上台致詞 沒想到卻被柯文哲 夢翻一番 像這個就是要改進的地方 以後不要講什麼工錢 有一次我去參加 國民黨的什麼會議 我一去 他們就說 他們很奇怪 他們叫什麼工 比方說吳伯小 叫薄工 說我聽到整個 整個屁股都聽過無別 後來有時候跟小英 講這件事 我說何嘉哲 我們沒有這個文化 阿福書真倉老 就是窮工 所以以後就不要再用 這種封建時代的語言 我覺得 幽默調侃引發台下笑聲不斷 各局處官員排排座 桌上都放了一本厚厚的講義 但內容卻出現柯語錄 包括奇怪也聽起來怪怪的 或是錯誤的角色 比貪污還可怕 還是槍辣的 別和我比意志力 梅夜特別隔了四個區 條例柯文哲說過的話 負責製作的衛生局 招質疑是否在拍市長馬屁 我不需要拍他的馬屁 但是我要知道他的想法 讓大家知道說他想什麼 他重視的價值是什麼 其實柯語錄 柯語錄本來就很好笑 網路流傳的比這個多多 所以不要那麼 不要老是人家說 人家在拍馬屁幹嘛 我倒覺得他寫的 很對啊 這個就是我的概念 覺得你有什麼話 是一定要寫在上面 還是他漏掉 柯語錄是與時俱進 隨時都有新的東西跳出來 所以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就好 好 會與時俱進 我們繼續就看下去就好了 不過恭喜衛生局長 黃氏傑 無論以臺大的老叔 剛好必要拍他的馬屁 書類 黃氏傑 其實老叔 恭喜是沒有必要拍他的馬屁 所以黃氏傑的用心 其實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 不見得他的老四 就不拍他的馬屁 因為他現在是他的下屬 他的下屬 當然有時候拍一拍 對不對 事實上有沒有拍馬屁 我之前很多臺灣現在目前的狀況 好像在客戶的身上什麼都免疫 比如他講說哎呀 你講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什麼公寢 是封建的一個語言 可是他自己很喜歡自稱 客戶很喜歡自稱他是政 他是經濟處 所以他比誰都更封建 對不對 他講別人封建 其實他更封建 包括他講說 國民黨有什麼公 什麼公 民進黨也有公 民進黨那個污染人 不是也叫奶公嗎 對不對 所以也有 我是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尊稱而已 那個每個人的感受嘛 也許人家就那個 你說公廷誰或什麼 這種文化就是 就有時候是一種禮貌 所以他也不要講說 別人講的都不對 他自己講的都對 那假如說今天這個 所謂的柯宜路 假如我們想說是螞蟻路 還是蠔宜路 還是哪一個 假如是國民黨的任何一個 市長寫出這樣的話 那他一定把他罵死了 對不對 那誰會那個 可是來到柯文哲 都沒事啊 像你看看柯文哲 只要講說只要一個行業 理性 從業人員太多 代表這個行業要沒漏了 大家都說他很白白 他很讚 好像很知爽 是 那只要拿到那個國民黨 你任何一個人 不要說 不要說誰叫 是我講或誰講 那我看一定是 一定是被批得體無往復 所以這個就是 反正他都可以啦 別人都不行 那這樣是好嗎 我是覺得很奇怪 文 文傑 我覺得我覺得柯文哲 昨天的幕僚 他晚上發了一個新聞稿 反正就是對這個事情有遺憾 也有一點表示這樣不妥 我覺得昨天那個態度是比較好的 那今天這樣 我覺得他其實不應該再去 照著這個話題再繼續講下去 因為畢竟不管怎麼樣 你作為一個衛生局長 我是同意啦 不應該出現這樣的 這樣的輿路 我不管市府的哪一個單位 如果是今天是好農民在的時候 我們市議員是照K的 所以我覺得市政府昨天晚上發的新聞稿 我是比較贊同 是 那今天這個話題 我覺得就不要繼續延續下去 這樣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文雄兄我說真的 柯文哲覺得好笑 我真的覺得好笑 當柯文哲寫說經濟處 或是寫是正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很 他很封建嗎 他習慣在他的範圍裡面 主導一切 這個大家都 他以前我在談到 他那個他的下屬 要簽文給他 都還寫上譽 你知道他寫上譽 那這個有沒有更鋒切 這怎麼寫上人 可是我們天王 什麼上人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其實我們也不必要求柯文哲 跟我們每個人想法一致 不過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毛語錄 跟我們的蔣公家園錄 那是代表那個時代的 一種思想 我攻讀怪 我們都讀過 蔣公訓詞是公讀過 開玩笑 是不能讀毛語錄 是 但是現在再用這種語錄出來 那是一種諷刺 不管說馬語錄 柯語錄 或者是好語錄 那是一種諷刺 所以這個是不要做的 是 我是很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說 所以我們也 基本上我們是 贊同他的很多做法 不過如果抓了麥克風 就會亢奮的 這個習慣要改 我們可以發現 他現在所有的話 都是看到麥克風 甚至於他還要在他進他辦公室的走廊的門口 一定要跟記者好好訓一段話以後 再去上班 我覺得這個 他是不是已經有 也要請那個潘建設幫他開個藥 否則的話 他現在開了麥克風都亢奮了 這種是不是也是一種病 我只是想到就是說水定 再過幾天 我看馬英九會不會去夜林 到池湖 到大溪去夜林 我看他會不會再去 我馬英九常常會掉書包 講一些很奇怪的古詩詞 什麼 有時候還要解釋 這個 我想 我想這個局長 他應該本身不是 他的原意 不是為了拍馬屁 不過我比較贊成 這個文傑兄 跟那個羅委員的說法 為什麼呢 或許不是為了拍馬屁 這不妥 你知道嗎 為什麼不妥 因為很簡單 其實你可以把柯文哲市長 他的理念說給 用很簡簡淺顯白話的方式 說給所有的這個局勢 這個所有的基層 知道就好了嘛 那就不好笑 那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市長說 你可以有騙我一次 但是不要被我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特別這樣講呢 我們那個年代有考 聯考有考一個叫三民主義 你知道嗎 還有預熱兩篇補數 就很好玩 就是老師都不准 你寫自己的意見 你要全部照備 你知道嗎 否則不給分 你知道嗎 這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說鄭文燦 桃園市長 我特別指他來講 有人在桃園市 弄了一個基層 弄了一個布條 就稍微有點 那個把市長說 不好意思 鄭文燦 震怒 然後要求把它拆掉 然後下令以後各局處 不可以這樣做 我覺得我把鄭文燦拍拍手 為什麼 這個柯文哲或許認為說 沒有什麼不好啊 把我的理念 告訴所有的基層 這沒有關係 可能你要知道一件事 上行而下下 為什麼意思 丁管喜歡什麼 下面的人就會去 等於想盡辦法去迎合你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呢 或許 或許柯文哲這些話 或許這些局長 並沒有拍馬之意 但是呢 把事情做好 比柯文哲講什麼 柯文哲 共有為不是金科玉律 他也講很多失言的地方嘛 所以或許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局長 不是為了拍他馬屁啦 但是不妥 所以更要謹言盛行 只要你把市長交代東西 做好這樣就好了 我再次提醒一下柯文哲 跟他的局所長 你不能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現在很多的臺北市的公務人員 基層都說 你要交代一大堆事情 然後又不准加班 又不能報報加班費 對 這樣是不對的 是 像我公請我們第五位來賓 這個任俊功來講一下 說公請 這真的太封建 是不是這個樣子 豪先生你不叫康公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不打 不是 我不需要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柯文哲 坊間有沒有這樣流傳 有 是 大家確實有在整理 可是這個畢竟是坊間裡面 大家所做的一些私底下的協法 其實像瑞德哥也講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弄一個柯語錄 不然把私語錄也給我寫一下 我覺得平衡 所以回到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覺得或許這個局長 他自己本身沒有想要拍馬屁 正式文件 適不適合出現這種東西 什麼什麼語錄 我覺得大家心裡 其實都有一把詞 我比較在乎的是柯文哲 在這件事情上面的回答 也就是說 因為你有關機 你就說沒關係 我覺得很好 這瞭解我的思維邏輯 我說實話 有很多是你的語助詞 因為有些都是你 你要講正式之前的一些話的時候 你多了幾個字進來 燒燒頭 燒燒頭 那我覺得 就算大家理解你抓頭的動作 又怎麼樣 那個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正式文件上面 我還是認為說 它其實不應該存在 這樣一個東西